你刚刚说了 恋爱当中要有一点距离感 不用什么事情都给对方报备 那你是一个有分享欲的人吗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有分享欲的人 我是个大嘴巴 大嘴巴 你对自己的评价非常耿直 我是个大嘴巴 对 我什么事 什么话都兜不住 我是一个 也跟情侣之间的话 应该会有很多生活想要去分享 然后我上面写的那个距离感 其实指的是 不要去太过分地去揪一些细节也好 一些过去的一些什么事情也好 就体验出一种不信赖感吧 因为两个人我觉得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信赖 在这个基础之上 很多事情其实是不用去讲的 偶尔有一次的话 去沟通 去讲开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频率不要太高 21号 男嘉宾 你好 在你的VCR里面提到 不喜欢纠结对方的过去 那对方纠结你的过去 你喜欢吗 我不喜欢去纠结对方的过去 原因是对一个男生来讲 可能了解对方以前跟谁在一起 或怎么样的 自己心里肯定也不会有任何的 开心的地方 那为什么要去问呢 但对方如果想问我的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会视无巨系的 不去撒谎的去跟对方说 一定要视无巨系吗 如果对方视无巨系的去问 想想都可怕 14号 你好 男嘉宾 女生假如是一个安全感不够多的 这样一个女生 如果你想要保持一些距离感 那这个女生 她的这个安全感 你怎么给到她呢 可能 VCR里我讲的那个距离感 有点太过于具象化了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就普通的沟通 或者问一些情感的经历什么的 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 我举一个例子吧 就比如说 我们今天有个饭局 不管是跟领导 还是跟合作伙伴去聊天吃饭 如果对方问我说 今天都有哪些女生 然后哪个哪个呢 这种事情我不希望有太多 因为在一起就是 最重要的是信任嘛 而这种问题 它会暴露出一种不信任感 好 好吧 谢谢 你们认为最有效的沟通方式 有哪些 或者说你们认为最无效的沟通 是什么方式 1号 我感觉最无效的一种方式 就是我心里还有气 但我嘴上就是说 行行行 好好好 可以 没问题我知道了 完全没有达到沟通的效果 这是一个非常让我 会让我崩溃的点 对 我也是 就有什么话还是要说出来 不要去置气 对 19号 我觉得最有效的沟通就是行动 你直接行动 就不要就是说些有的没的 然后说了你还不做 是的 其实在生活中 我也更偏向于少说多做 因为如果你很在意一个人 你的行为自然会暴露出来 如果对方跟你的灵魂是契合的 他自然能明白你做的事情 是怎么想的 军叔 不过 这 Madras